与上门女婿 我们通过相亲认识 然后恋爱两年 将近两年的时间 结婚 我们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我就快抱抱了 之前医生被确诊为 就是我是会出孩子的 但是意外就是意外 十月怀她真的特别的辛苦 马上快出月子了 这种感觉说不出 全身伤痛 一个人永远都是一个人 一个人住酒店 一个人做吃的 一个人熬夜 一个人带宝宝 一个人洗衣服 所以我的全身都是很痛的 他们说月子里的病落下了 就是一辈子 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家人们 你们说月子里病落下了 真的是一辈子的吗 现在是晚上的明点 三十二分 我睡不着 失眠 全身好痛 然后李绿才抱着宝宝在睡觉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李绿才睡觉的样子 就是李绿才睡觉的样子 就是李绿才天天抱 整个月子里面 就她落地就行 落地就行 就一直要抱着睡觉 好累好累啊 人都要崩溃了 因为说月子没做好 以后老了就会落下月子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吃的还可以吧 就是宝宝 老是要 老是要抱 天天吃白菜 冬瓜 我不想吃肉 只想吃青菜 晚上就满月了 就是今天 我一才第一次 有事以来 就是来我这里 抱着抱着睡觉 第一次 之前喊的 怎么喊的 她就是不来的 她说女人照顾孩子 是应该的 跟他们男人不关 我无话可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